一言梁永琪9月7日晚以一身性感的造型 现身香港万仔出席钟表品牌活动 梁永琪笑称老公对自己穿衣的尺度并没有什么限制 觉得最重要是有美感 平常自己在家里时也会像走时装秀一样 尝试不同漂亮的衣服让老公和女儿投票 那说到钟表 不知道梁永琪有没有送过给老公做礼物呀 很多男人对表都是相当情有独钟的 有一位西班牙的结婚的习俗是男女双方结婚的时候 男方会送结婚戒指负责戒指 女方就负责送给男方一只手表 那时候我就也买了一只手表然后送给他 然后后来就很流行那种电子的跑步运动的手表 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买一只方便跑步 他说不用不用我有一个手表已经可以让我戴一辈子 所以他就从来都没有买过其他的手表了 另外由梁永琪主演的电影八个女人一台戏 成功入围釜山电影节 由于这是一部片港式的作品 但能在海外得到认同 相信梁永琪和一众台前幕后都感到相当骄傲和兴奋吧 真的很开心因为八个女人一台戏是一部香港风格的电影 还有是关景空大人要关他相隔十三年之后的一部立作 所以我知道外界其实对这个戏的期望很高 也非常期待 然后我也非常满意我当中的演出 跟其他的女人 大家一起拍一台戏 其实挺开心的 就是所有人都表现的都非常好 然后在福山开始 希望这部戏一路会有好成绩 此外梁永琪的好搭档郭富城 近日则被传出在座爸爸的好消息 有传太太方圆再度游戏 话说梁永琪有没有第一时间恭喜一下澄澄呢 我前阵子不久之前看到他 但是那个时候新闻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没有问他 但是我觉得等他自己澄清了 是是还是不是之后 我们才送上祝福吧 但如果是真的当然是一件好事 模方全媒香港报道 城市有部 none 这样的